今天小刚想跟大家分享一支马币五六百块 价格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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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 非常便宜的这个机械表 大家好我是来自GORE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小刚今天在这支影片就带着这一个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款SEGA SEGA的这个星球表 这个蓝色的地球 出道去朋友都问哇 这支表要怎么看时间 最近刚做了这个测评 可以看到小刚这个频道里面的这个影片 那今天这一集真的是 你们每天就叫我分享 那些几百块的这个Rootman 真的是超级无敌 Rootman的价位的这一种机械表 这些小刚就特地网上就找了好久 让我找到一款 找到这一家网站 那小刚会放他的这个网站 在这个影片的下方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甚至他们家网上也有带里的这个 目前非常有名的这个 Atoa眼镜蛇Cobra这一款 那都是一些在目前市场上 非常在清明价位中 你可以找到是非常有特色的这种表 那他整个表里面这个阅读时间 他的那个机型改的出来 他整个表就是 几乎就是好像那一种 Azimov 甚至好像这种 Uwork 这种MBNF 就是主打是跑这一种 比较创新比较独特的这一种 万表这种路线 那小刚今天介绍的这一支表 马币也是一个五六百块而已 我个人觉得这个五六百块都怎么样好过 你去买那一些 所谓的 DW 这个Daniel Wellington 那这一支表要分享的 他的系列是Hero X 那品牌名字我就不念了 因为我真的不会念 那小刚有去看别的频道 那每一个频道 测评这个品牌 那个名字念的发音都不同 那所以在这边 我就不念了那个名字 那他的型号叫 他是一个H-N-A-T-U-Y 那知道朋友怎么念你告诉我 那他这个系列是Hero X 那他主要你第一眼 其实一看就是非常有那一种 好像博来斯 那一种Ban Ross的那种方形的那一种 那一种机械风格 他给人家那一种机械风格是非常的强的 这个第一点 第一眼我是非常喜欢 而且他搭配了这个裸空的这个表盘 所以更加多的那一种 机械感 第一眼一个视觉感 那你会看到是用一个方形的表格 那这一支表是一个44mm的 所以上手其实不会太大了 比起这个五六百块的价格 这种价位当中 那他这个设计其实还是蛮有特色的 那不会给人感觉是很廉价 那小刚拿上手 他那个质量 他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再来就是他这个裸空的这个表盘 那他上面这一层他的这个石标 一到十二这边这个圈 他是做这一种 这一种立体的这一种3D 立体的这一种石标这一种设计 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色的 这有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特别的 就是他这个表圈 那小刚手上这一款是比较新的一个款式 所以是搭配了一个就是石木的这个表圈 那这个木是真的是木来的 不是不是这一种塑胶 不是那种塑料不是这个plastic 所以他是一个真的是搭配了这个木质的 这个木材质的这个表圈 那再来就是这一支表 防水是50米 可是我玩这支表我收到的时候 他竟然是一个旋路式的龙头 就是这一种我们所谓的school down crown 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支表会不错 50米防水几百块的价格 还给你一个旋路式的龙头 这个表带的设计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那整个表带的设计不是单单就直直的一条 他是有一点弯曲的这个线条 就类似那种万国IWC那种飞行员 那种pilot的表带那个味道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搭配的非常好看 配上他这个表颗的造型 整个表很有这一种军事风的味道 那再加上他是用这一种裸空的设计 这个表盘 所以更加多这一种好像战斗机上面这种 仪表盘的这种机械感 那表带的这个柔软度呢做的是很好 我个人玩的时候这一点也是我个人非常满意的 那机星是用了这个海鸥矽膏的这颗机星 3Hz 21600平震率的这个机星 动力储存是超过40个小时 这个自动上链的这个机星 那拧开这个表冠是可以做手动的上链 秒停功能这些都有 不知道大家觉得马币几百块这一种造型的表 你觉得怎么样呢 留言在下方让小刚知道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